小哥咱加个微信呗 鱼汤嘛 不好意思 盘点拜金女被打脸真实现场 这边就三点 第一点 形象必须要展在我的审美上 第二点 经济条件一定要好 因为经济条件决定家庭的稳定 和两个人的感情 是的 我这个人个人消费 一个月五到十万块钱 也不是很高 五到十万钱 那不高 不高不高 这个要求我说实话 正常消费水平 那你一个月工资多少 我现在每个月的话 就是岗位工资加绩小工资 加满勤的话 大概在一万块钱左右 条件确实不是很好 条件稍微差了一点 这个相不谈 第三点条件是 我是一个颜值主播 我肯定是要维护大哥的 那平时怎么维护呢 你就打打电话 吃吃饭 聊聊语音 你是同行应该可以理解吧 这个我是肯定能理解 能理解 那你蛮贴心的 立志间那么贴心 正常正常 男人嘛 理解女人这是应该的 那你这边有什么想了解的吗 是这样的 我先给你表个态 行不行 就你每个月五万到十万的这个消费水平 对于我来讲没问题 因为虽然我的工资只有一万块钱 但是我是个恋爱佬 我愿意为爱冲刺 我该贷款贷款 该卖房的卖房 我必须要保证你的基本生活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你跟大哥打语音 打视频 如果我们在一起 我会第一时间躲到厕所去 不会去干扰你们的生活 不会发出一点声音 第三 你跟大哥要去吃饭 我就得开车送你去 来人 就要给自己人充分的理解 安全感冒 这个很正常很正常 还有一点 我平时也不需要你陪我 哦 不需要陪 我希望你会给你打电话的 哦 那谁叫谁到 挺好挺好 你放心 我肯定是很听话的 那你这边有什么要求吗 我没有什么要求 我感觉我们两个人天衣无缝 非常的般配 你给懂 我冒昧的问一下 你是什么学历啊 我这个人比较独立 我初中就出来了 我初中就出来了 文化水平蛮高的 就是初中没毕业 不错 啊 呃 那这个陆世明你肯定就算给你读 你也读不明白了 英语的26个字母 你是不是只能拼好三个单词啊 一个是ok 一个是yes 一个是嗨 3Q你肯定是拼不出来了 哈哈哈哈 我这个长相还要会这个吗 呃 不是你3Q你会不会拼啊 嗯 不会 哦 行行行啊 我觉得 会不会英语不太重要啊 觉得能力比较重要 现在还有人看学历吗 哦 那你平时有什么就是过人的能力吗 嗯 我在工作上能力还不错 工作上的能力 就是说平时就是说打PK很厉害 维护大哥很厉害 在直播间里面感谢家人很厉害 啊 那这也是一种能力 就这个有意思吗 哎 美女你别生气啊 是这样子的 呃 我刚刚跟你开个玩笑 我想问一下就是大哥也你每个月给我多少钱 我还要给你钱啊 对啊 你看 我是本科学弟啊 高知男青年啊 以后结婚了家庭教育问题肯定是交给我的 对吧 第二 你作为一个颜值主播 平时是不是我要给你拍拍视频啊 我要给你拍一些明媛风的照片 啊 发朋友圈 毕竟你出门肯定是单身啊 要维护大哥啊 第三 你去见大哥的时候 我又是司机啊 我要帮你开车啊 送到大哥那里去啊 那你刚刚都在跟我开玩笑吗 刚刚确实是在跟你开玩笑 首先呢 舔狗式的爱情肯定是不适合我的 好的爱情一定是双向奔赴的 我不可能为了爱情让自己负债累累 这是第一 第二 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男人 能接受自己的女朋友和老婆 去跟别的异性 天天打电话 打视频 去吃饭 懂吗 但是谁不想找一个好看的老婆 我经营好啊 一见钟情 叫见色起 日久深情 叫权衡利弊啊 美女啊 颜值只是你的加分项 不是你的必选项 我呢 对于颜值呢 没有太多的要求 我更多的看的是泪涵 但是你没有 还有就是 我觉得我不用说的太深 以你的文化水平呢 你也不一定能听得懂 你还是回去打PK吧 神经病 你就命可花三十万买这个破二手保时捷 你不愿意花三十万娶我是吧 昨天民政局就差了盖章了 等会儿你转身就跑了 就为了这个破二手车吧 同样是二手的 可是这车只有一把钥匙 只有我能开走它 什么二手的 你什么意思呀 昨天工作人员问我好几次去没去过重庆 去没去过重庆 我当时还不理解 你就这么对我是吧 他就是问你去没去过重庆旅游 你还在撒谎是吗 头魂叫开封 二魂叫重庆 三魂叫三亚 你真以为我白痴什么都不懂吗 那我不是因为喜欢你才这么做的吗 我怕说出来就会失去你 那我就活该活在谎言里吗 你口口声声说怕失去我 结果你和你爸猜你一口都不怂了 张口闭口就要三十万 明明是二手车却要卖上新车的价格 你们想的是真美呀 不是 结果我瞒着你了 但是你话不用说的这么难听吧 再难听也比你们妇女二人做的事干净 一边逼着要猜礼 一边给我妈做思想工作让她去敬老院 你知不知道去那种地方就是在等死 可是你怎么狗咬吕洞宾呢 敬老院都是同龄的老头老太太 她在那还能有人陪她说出话聊聊天 不比她一个人在家强啊 你怎么不把你爸借过去啊 那我也就直说了 钱我可以不要 但是你必须把你妈送走 你选一个吧 我选我妈 你说什么 我说我选我妈 我永远都选我妈 敬老 你冷静一下 咱们得好好商量商量 你看我的样子像不冷静吗 那我错了还不行吗 不敢你妈走了 咱们得商量商量不行吗 还商量什么 我告诉你 我可以接受你的过去 但是你对我妈的态度 我永远接受不了 能改还不行吗 这次不用了 下次生意 我们一会儿去吃个饭吧 好啊 哇 宾利 哦 不开车 我们骑车去 哦 宾利车不开 开什么破摩托车啊 这车不是我的 公司的 哎 那算了吧 我们不想吃啊 没什么胃口 你是不是不想坐摩托车啊 你不想坐摩托车的话 我们开车也行啊 这车不是不是你的吗 我在这边创业 开了一家公司 车是公司的 那公司是你的吧 是啊 那这车应该也是你的呀 也算是吧 哎 你早点说嘛 就是前段时间公司出了点问题 然后准备破产了 这车准备卖了 哎 你玩我呢 我前段时间得到一笔投资 上亿的投资 这车卖了准备换处理男 罗斯莱斯库理男 对啊 可以买两个这个兵力了 哎 你早点说吧 哎 你 你现在话说完了吧 话说完了 我们也完了 就从你嫌弃我热爱的机车那一刻开始 你什么意思啊 喂 你什么意思啊 喂 每当我悲伤过 也被暴雨淋过 黎明开出花锅 就让小声张着 任小小小的梦 不怕指教追风 就在勇敢过后 唯有万里晴空 一厘米的 因为他将这城市封热 一厘米全身为我曾经 独立全身汗送车 一厘米的某种 一切全身 声援我过来 一切继续水 把这种玩笑过来干嘛呀 你不是一直想要辆车吗 这车送给你了 是不是保时捷呀 不 不是 准确来说它应该是奥迪旗下的 奥迪 你开玩笑呢吧 这车还没我腰高呢 也就是个奥迪A1吧 奥迪A1对 也就是十几万吧 不值钱 十几万 我跟你说了 我就要保时捷 我不要奥迪 我也不要奔驰宝马 为什么呀 这都是穷人开的呀 不是什么时候 奥迪奥迪都是穷人开的了 有你们什么事啊 有你们什么事啊 我告诉你们啊 我闺蜜的圈子 最低档次 不开保时捷 你不跟他玩 你不要是吧 对呀 我就要保时捷 你够了 他居然说这是穷人开的 本来就是 有钱人是谁看这呀 只有农村那些穷人 才要开奥迪 宝马 奥迪 你别张到我 背后来农村 怎么办 这谁不是农村人呢 你怎么了 你是大孩的 怎么了 对的 你是大孩的 别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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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车不错 挺好的 这车 不喜欢呢 对呀 我就要保时捷 行了 妹子别吵了 干啥也不 因为一辆车 你俩吵这么凶 至于吗 行了 我最后再给你一次机会了 不过你把这车收走 把那辆车卖给我 那车我送你 行吗 那什么车呀 奔驰 那不还是奔驰吗 我不要奔驰 我叫保时捷 听不懂吗 奔驰四乘四 沙漠之王 厉害的呢 什么沙漠之王啊 找着跟拖拉机似的 工地拉沙子的吧 你闭嘴吧 我算是看明白了 你不是什么事 北亏今天我这回没有出城了 虎哥 嗯 他也不用说了 这车你收走吧 这回我不求了 行 妹子 挺有野光的呀 啊 喜欢保时捷 不喜欢 蓝布基尼 你怎么挺独特呀 啊 什么蓝布基尼啊 大鸡身身上看起来 这车多少钱啊 你闭嘴吧你 虎哥 当时这车买的时候是420 去年4月份买的 我也没得多开 看这千八百公里 你看要合适 你确定要卖 啊 行 那我看一下 今天正好这个车呀 它也升值了 如果没啥问题的话 你车换我看一下 我看去年卖给你的价 420给你收走 行行行 我相信你 行那我就看下车 行行行 好笑 大宝 我给你开玩笑呢 好笑吗 你朋友有钱 耗的是他弟吗 还是你有钱 耗的是我 就算我今天送你一辆奥迪 那你凭什么看不起我呀 我爱你的时候你咋的都行 那我不爱你了 你他妈啥也不是 大宝我脱了 妹子 妹子 哥送你一句话 往往感觉自己很牛逼的人 那因为你的圈子太小了 不是每个有钱人 都非常高调 明白吗 哥哥 你帮个忙 你欠欠家老师 我好不容易帮着 我好不容易找着 这么一个男朋友 帮你忙吧 妹子 哥问你个问题 行吗 你问 你觉得你配吗 你存在地霸 我一哭到沙哑 走吧兄弟回车啊 出去安全啊 我走向个小花 我走向个小花 我走向往的梦 被你狠心抛下 铁的锅子是如此的苦了 好 你有房吗 有个大百多瓶 你呢 我没有 还有车吗 有一台路子 怎么的 嗯 那你有多少钱 存款 220万 我觉得 你还是 我觉得我们俩不可是 怎么说 车 嗯 松款 小师 就你这个哥 不要那老脸的劲子 我是想配衣裳 What the fuck What the fuck What the fuck 神,MH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